變小 那我們要做什麼 比如說 我今天希望做一個排程系統 這個排程系統是 是我們自己 公司內部 假設公司內部 會有需要的工作項目 然後 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時間 用選的就可以 自動會產生結果 我修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 這裡面有編號 工作名稱 然後起始日期 跟結束 最後會畫一個 畫一個那個乾特圖 比如說多少 然後一直延伸 延伸 那這邊的話我做一次 假設我今天做完畢之後 我的需求類似像這樣 就是 可以直接打開之後的話 他就自動跳出一個自動 行程安排 然後呢 自動會這邊會顯示什麼 今天應該今天日期 那預設是沒有 任何的工作如果我今天呢 要幫那個老闆排程或者幫哪個工程 所有的幫幫哪個主管 做 這個行程安排 那就可以用這個來做 那比如說呢 輸入 當然名稱部分的話 可以有預設一些 比如說我的 課程 比如說VBA 這邊 延續了幾天 你這邊也可以添輸 或者自己自行輸入上去 假設這個地方 顏色七天 按一個輸入 按輸入之後的話呢 那這邊呢 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們安排一個什麼 自動怎麼樣呢 產生一個編號 然後產生名稱 產生起始跟結束 並且把這邊的 地方畫出一個那個 就是有底色 我底色我這邊用彩色 那你可以用單一個顏色 比如說一個一個區塊就紅色 然後下個區塊可能換個顏色 諸如此類的 那另外的話呢 當我輸入完畢之後 這邊的 日期有沒有 因為我這邊有 結束日期 那結束日期的話呢 自動加一之後 就會是這個日期 這個地方是因為 你不可能說重重疊 你這個 假設你這個時間